嗨,我是寶可夢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也歡迎你先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也別忘了五星評價 今天的主題是 台北精華酒店Robin's鐵板燒 用餐心得分享 在這次他居然是用新鮮的文化 不一樣 嗨,我是寶可夢 歡迎回到寶可夢卡好 今天我們來跟大家聊聊美食 如果你們上個禮拜 有看我的Instagram 就發現我其實已經有分享 去吃的照片了 這一次我們要來跟大家聊的 就是台北精華的Robin's鐵板燒 其實我去吃過兩次 8月份有吃一次 然後11月份又再吃了一次 這一次的話 我們就是針對這兩次的用餐心得 來跟大家做分享 如果沒有使用信用卡優惠的話 這兩次吃下來 大概要花一萬塊 所以真的是不便宜 說真的要有這些分享的素材 感覺上就是口袋也是要一點錢 不然真的沒有辦法 這間餐廳的平均價位 你覺得是多少呢 我跟你講答案就是四千塊 比較便宜的 像是海鮮盤可能三千八 但如果你要吃的是牛排 比較貴一點的話呢 其實從四千五到五千三都有 像美國頂級的牛排 像那個什麼老饕樂眼 其實它就是一個比較高的價格 所以說你要來這裡吃飯的話呢 你除了買餐券之外 可能就要透過信用卡折扣 不然的話原價其實兩個人去吃一吃 加上服務費 十八服務費 大概要接近一萬塊錢 對所以大家還是要做好準備這樣子 那你如果來吃的話呢 你可以吃到什麼東西 我大概算一下 平均有五道菜 你有一個湯 然後呢 有個開胃前菜 特製沙拉 然後再來是主餐 然後還有就是炒飯 最後就是甜點 所以這樣算一算 每一個人大概可以吃到五道菜 那你說會不會飽呢 我跟你講 真的會飽 好 那我們就依序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發覺啊 它的那個菜 它的其實有慢慢在漲價 我跟大家分享 八月份的時候 我朋友點了一個海鮮盤 那時候只收3650 但是在11月份 現在的菜單呢 它已經漲到3800了 也就是說它的價格 其實是慢慢的往上漲的 你可能會沒有感覺 不過想要去吃的 可能要早一點去吃 不然的話 它只會越來越貴 說真的是這樣子 那素食的部分 倒是蠻佛心的 就是它永遠只收2000億 這兩隻去吃都2000億 那令我感到意外的是 它居然有更換菜單 那到底換了什麼呢 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 那你如果來吃甜蠻燒的話呢 請你要特別注意 最大的重點就是 你要看師傅在你的面前表演 我生平第一次吃這個鐵板燒 是在五凱亭 高雄的五凱亭 兩個人吃起來要8000塊錢 他們那邊的客人跟服務生的比例 幾乎是做到1比1 好 就是一個師傅專門在你面前服務 一個在後面 就是幫你遞茶水 幫你換餐具 幾乎是1比1的這個比例 那在精華這邊的話呢 大概是8比3 就是說八個客人左右呢 有兩個服務生跟一個師傅在做 那這一次我在觀察 就是在鐵板燒做的師傅裡面呢 前就是分前後兩個段落 前面的段落呢 是由實習生來幫你做前菜 然後還有這個沙拉的部分 等到煮菜的時候呢 就會是一個比較經驗老道的師傅 來幫你做 然後還有炒飯 我覺得這是蠻微妙的 因為你們如果看我現實動態的照片 會發現 為什麼會是有兩個師傅在幫你做 這樣子 那當然他們的編排是一個摸字型 摸字型最多可以做到11個客人 所以有時候可能需要左右兩邊 都要有師傅來幫你服務 比較有可能就是即時上菜 但是如果人沒那麼多 像我這一次做 只有做八個人的情況 他們的確就是一個師傅 就可以應付所有人的前菜啊 然後這個沙拉的部分 那等到煮菜要上場的時候呢 就是主要的師傅出來 那另外一個師傅 就是幫他遞東西這樣子 好這是蠻微妙的 那我在吳凱亭那邊的經驗就是說 他是從頭到尾 有一個師傅幫你就是服務這樣子 那如果旁邊的客人吃完了 接下來會有一個實習的實習生出來 他在幹嘛 他在那邊就是去刷那個鐵板 因為我們都知道這個鐵板啊 如果你沒有用的話 他會生鏽 所以他一定要不斷的去做整理 然後還要做清潔 然後還有上游 所以他只要服務完一組客人 他那個鐵板上面又黑黑的 對不對 他就會有專門的人 可能就實習生在那邊 很努力的在刷 我看來是覺得說 這真的是很辛苦 但是你不保養也不行 所以應該是所有的師傅都是先從這種最基層的開始往上做起 這是我個人的觀察 你們下次去吃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仔細的去看 這些師傅到底在搞什麼鬼 那也很歡迎你多多跟他聊天 因為你跟他多聊天 你可能會多拿到一些小菜 是這樣子的 那這次來吃是11月 所以是冬天了 他就有給你一個迎賓的薑茶 喝了就是蠻舒服的 那再來呢 可以選擇湯品 湯品的話呢 葷食有三種可以選 我朋友選的就是龍蝦濃湯 他說這裡面的龍蝦味非常的濃 然後還有龍蝦肉 所以喜歡吃海鮮的話呢 可以選擇這個龍蝦濃湯 那其他的可能就是蘑菇濃湯啊什麼就比較普通 素食的部分呢有兩種 一個是南瓜濃湯 一個是蔬菜湯 我記得之前沒有讓我選 我8月去吃的時候就只有蔬菜湯 蔬菜湯就很普通 那這次我特別選的是南瓜濃湯 你們有看到照片就發現 他怎麼是上面就是布滿了泡泡 就是布泡這樣子 他覺得好奇怪喔 那後來我才知道說 這可能是分子料理耶 之前每次在看那些 米其林料理的介紹的時候啊 尤其是國外這種法式料理 他可能都會改變這個 食材的物理屬性 然後把它做成另外一種東西 他跟馬鈴薯打成泡泡就叫馬鈴薯泡泡 你們如果有看來吧 營業中其實 遙遠浩也有做不到這道菜 這蠻有趣的 那這一次的話到底是不是分子泡泡 我是不太知道他是不是有把南瓜打成泡泡啊 但是真的是很特別 就好像是那個龍蝦怎麼會布泡一樣 很妙 但我喝起來的話其實感覺就有泡泡 他是有南瓜味但是沒有非常的濃烈 我就覺得還好這樣子 好那下一個 開胃前菜 葷食選的是干貝蘆筍明蝦 那我朋友的注記就是新鮮就是可口 好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海鮮就是一定要是新鮮 如果不新鮮的話呢 你可能吃起來會粉粉的那就不好 那他三個月前點的是什麼呢 叫做沙拉加干貝 我就會發現說 你有照片做前後對比 其實發現他們其實有在更改菜色 之前的菜呢 他其實就是用一個像一個碗 一個透明的碗 然後裡面放了很多的沙拉 好一些一些蔬菜什麼的 然後在上面再加上一些乾煎的干貝 好這個應該也算是不錯吃 好但這次做的就是完全不一樣的擺盤 那素食的開胃前菜其實都一樣 好就是胡麻豆腐 我個人強烈的懷疑他這個豆腐啊 可能是手工做的 好如果你有看來吧 營業中他們不是有一集跑到苗栗 然後去做手工豆腐嗎 好就會知道說 你要做出很嫩的豆腐好吃的豆腐 其實需要一點功力去做的 好所以這次的豆腐我就覺得非常的嫩 跟三個月前吃的印象是一樣的 唯一不一樣的地方是 之前他的點綴是用小番茄 好這小番茄聽起來就很廉價 他沒有什麼特別 但這次他居然是用新鮮的無花果 我就覺得欸 不一樣欸 我就有特別問服務生說 你們之前這個前菜是這樣嗎 有沒有改過嗎 他就說沒有啊 我們都是這樣子啊 那我三個月前的照片是怎樣 就是是假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還是有在更換 這個菜色裡面的某些元素這樣子 那至少我覺得這一次放的無花果 讓我感覺不錯 因為畢竟他這個吃起來有點脆脆的感覺 然後再搭配軟嫩豆腐 其實他就會有不一樣的層次做搭配 好這蠻好的 那也提醒喔 如果你是吃素的朋友來吃這一道菜的話呢 也可以多注意一下他這個胡麻醬汁 做的蠻道地的 然後呢 有在淋上油醋 所以他會讓你的口感呢 就是還會有一點點酸 好他就會有不同的嘴巴上面的感覺 好這蠻不錯的 那再來 他們每次最喜歡秀這個炫技的就是紙包湯 紙包湯其實就是說 他用的是一個高溫的紙 好那這個透明的紙呢 有點像玻璃紙 它裡面呢 就放了他們自己做的高湯 跟蔬菜 然後呢 放在鐵板上面 等到他熟了 因為他就是把它豎起來嘛 好裡面有蒸汽 就會把裡面的食物弄熟了 然後他再放到你的碗上 把上面剪開 他就會是一個可以喝的湯品 好 那可能大家就會懷疑說 欸那他那個玻璃紙 他的耐熱溫度有很高嗎 我個人覺得應該是沒有問題吧 如果他自己還會放 放飾出一些毒素 應該就不會這樣操作了 好我自己在吳凱亭 也是有吃到這樣子的 菜的表現形式 所以蠻特別的 那比較不一樣的是 三個月前吃的時候 昏食沒有這個東西 那這一次有 這一次他的玻璃紙包固 其實裡面用的是雞湯 然後呢 也有放一些火腿 不過我朋友他是講說 這個湯的味道呢 比較淡 菇非常的鮮美 裡面有放一些菇 但是他沒有火腿跟雞的味道 就蠻可惜的 那素食的部分呢 我真的覺得他們 可能之前有被客訴 還怎樣 就是太鹹 所以他這次的湯跟燉飯呢 其實都非常的淡 也可能是我自己吃太淡鹹 這樣子 我就覺得 他是淡而輕輕的蔬菜味 裡面有娃娃菜 跟一些菇類 但是其實就非常非常的清淡 我就覺得很可惜 如果你想要吃重口味的話 你可以跟他講說 你要加胡椒鹽 或是一些鹽 他可以幫你再主動加上去 這樣子 接下來是重點 重點就是主餐 主餐的話 我朋友三個月前 點的是海鮮盤 他吃的是澎湖龍蝦 跟紅條魚奶油蛤蜊 如果你點的是牛排的話呢 我朋友這次點的是 菲利牛排 他建議說 你大概點五分熟就可以了 其實你在點菜的時候 那個師傅也會特別的 就是跟你建議 就是你想要吃的是 哪一種品項 然後這個肉品 用怎樣的幾分熟來做 是不錯的 像我旁邊有 就是一對情侶 他們來吃 他點的是神戶牛排 那他們就是 建議四分熟 所以他的那個熟度 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話 或者你有 prefer哪一種 就是熟度 肉的熟度 你都可以跟師傅講 他會幫你做 素食的部分很特別 因為我之前吃的素食 我個人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印象 那這一次他給我的 是馬背起司 再搭上節瓜馬鈴薯 那什麼是馬背起司呢 我其實有問一下 他說這個起司早期呢 它是放在馬的背上 它是用那個繩子 綁在馬的背上 做熟成的 所以他才叫馬背起司 好 那你可以怎麼料理呢 你可以切片來煎烤 或者是整顆槌掛 在烤爐上面做烘烤 它融化後之後 來搭配麵包跟肉類吃 其實是很不錯的 我想說 這個東西 為什麼上次沒有呢 我就問他說 你這個之前有嗎 他說 我們一直都是這個菜色啊 我想說見鬼了 那我之前是 到底誰服務我啊 就難道不是在同一個地方吃飯嗎 他們就說 因為馬背起司 不是那麼容易去取得啦 所以他們是 有這個品項 才會提供給消費者 如果沒有 就用其他東西替代 難怪我之前都沒有印象這樣子 那他煎 煎得還蠻妙的 就是 他就是三個切片的 一個像橢圓形的東西 然後在那邊煎 那煎完之後 他的表面會蠻 就是有一層焦焦的東西 那個也是蠻特別的 那他還有煎 節瓜跟馬鈴薯 所以把它搭配起來 就給我吃 我個人是覺得還不錯 至少這一道菜 是蠻有記憶點的 那下一次去吃的話 如果還是有這個東西 我也會覺得很棒 蠻不錯的 那他吃起來口感像什麼呢 他就像是 有嚼勁的馬茲瑞拉 我們之前有介紹過 遠氣的馬可菠蘿呢 他其實也有一個 馬茲瑞拉的開胃菜 但是呢 因為他是 比較軟嫩的 有點類似像布丁的口感 但是如果你把它熟成 放久了之後呢 他可能就會變成 馬背起司這樣子 所以你有興趣的話呢 這些餐廳你都可以去到訪 然後可以去點點看 蠻特別的 通常鐵板燒 最後可能都是用一道 炒飯來做ending 那今年炒飯的部分 如果你跟師傅多聊一點 就可以拿到比較多 我也覺得很妙 因為我那個朋友 他就是跟師傅有在聊天 其他人都是各自在聊天 所以最後師傅給他 就多了一點 所以他的那個炒飯 就是煎的 那別人的炒飯呢 同樣是一碗就是平的 我不曉得 那如果你肚子餓你不夠 你其實可以跟他講 他可以再多給你一點 比如說我們隔壁 就是馬蹄鐵U字型的 這個餐桌呢 隔壁那邊 我們是在 比如說我們在右手邊 這邊的U的底端 然後對方是在 左手邊U的底端 然後那個女生 他真的很驚人 他除了 就是前面的菜啊 都有吃完之外呢 最後這個炒飯呢 他是一個大碗公 看到那個師傅乘上去 然後最後過去 給對面的時候 我整個就驚呆了 我想說一個女生 像一個model這麼瘦 他居然可以吃下一整碗的炒飯 前面那些菜都吃不飽嘛 我就覺得 這是令人踏開眼界 那事後我當然 就是人家走了之後 我有問服務生說 這個東西是可以免費加的嗎 當然我們已經吃飽了 我沒有說我們要加 他就說 沒有啦 這個 我們可以客製化 為客人準備東西 如果你要一個大份量的 我們當然可以提供給你 但是是要額外付費的 所以你吃不飽 你可以跟他講 他可以幫你多做一些炒飯 我後來發現其實也有人多點一顆蛋 然後他幫你做了一個 就是這個煎蛋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放在炒飯上面吃 這個要錢嘛 他說這個我們就免費送給客人 如果客人有這個要求 他們會幫忙做 所以這個很特別 所以我跟我的朋友就決定說 我們下次如果來吃的話 我們要夾一顆炒蛋 那就要幫我們做一個煎蛋 然後放在炒飯上面 那素食的部分是一個松露燉飯 我也可以夾在上面 松露燉飯這兩次吃下來 我發覺八月份吃的那一次 他的調味做得很好 就是非常的有味道 那那個熟度呢 他算是屬於台灣人的胃喜歡吃的 所以我覺得就很好 但這一次呢 他就淡了無味 超級沒有味道 我就覺得 他們的廚師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難道真的是之前有人 克素素食太鮮嗎 後來我跟他講 他就說 沒關係那我幫你撒胡椒鹽 那就掌上去之後呢 就比較有味道就可以吃了 所以這一次蠻多菜 我都覺得蠻可惜 就是他味道實在太清淡了 那吃完了這些菜色之後呢 服務生就會把你請到外面 交易廳 等於是這個咖啡廳的部分 那咖啡廳它是一個公共空間 下面就是地下一樓的部分 是表演的空間 那邊有人在駐唱 然後也有彈鋼琴 大概是七點到九點這段時間都有 所以如果你是在他的咖啡廳這邊 公共空間吃飯 你其實是可以聽到現場表演的 這感覺非常的不錯 那你如果是吃完 鐵板燒它會請你到外面這邊來做 稍作休息 然後它會送上水果 送上咖啡或茶 二選一 然後還有就是你們的甜點 那甜點的話呢 它有兩款 一款的話是 這個經典的鐵板香蕉 這個一定要吃 它雖然說 它的香蕉是冷凍拿出來 在鐵板上面煎的 但是煎完之後它會非常的軟嫩 然後再搭配它的那個冰淇淋 吃起來就會非常的不錯 那另外一個呢 就比較普通一點點 它就是一個冰淇淋蛋糕 但是如果你們是兩個人去吃的話 你就可以各點一份 那大家就可以吃一些不一樣的 這蠻好的 那我也提醒大家 你在定位的時候 你可以注記是你的生日 或者是你的週年紀念 你不可能就是每一次去吃 每一次都生日 它這個系統上看就奇怪 這個人的生日 怎麼就是每兩個禮拜 或者每一個月就換一次 這樣不對嗎 那當然它也不會去問說 請問是誰生日 是你生日 還是你的朋友生日 怎麼你的朋友 每次都同一個 當然不會這樣問 無心飯店 這樣就太low了 但是呢 如果你是打勾週年紀念 它也不會問你是什麼週年 你不是認識一週年嗎 那你們每一次來 都是週年紀念嗎 它也不會問 但是呢 它就會送上一份蛋糕 那你就可以多吃一點 我覺得也不錯 它們的那個冰淇淋 是怎麼來的 它們就是從那個 Robbins牛排屋裡面去拿的 如果你試著去吃 Robbins牛排屋 它裡面當然就有 非常多不同口味的 冰淇淋 可以讓你去選擇 那它只是在那邊 製作完之後 再拿出來給你吃 這樣子 所以它們 鐵板燒跟牛排屋 其實它們的取向不太一樣 鐵板燒就是有人 在你面前服務 那你可以看他表演 可以跟他聊天 我覺得這是一個 滿有視覺享受的東西 那如果你是在牛排屋 吃飯的話呢 你等於就是 你跟你的朋友 在小包廂 或者是在其他空間吃飯 那想要吃甜點 或者是沙拉 吃不到飽 你就可以去裡面拿 這中間還是有點不一樣 那我個人覺得 我還是比較喜歡鐵板燒 鐵板燒雖然說素食的東西 就差不多是那個樣子 但是呢 其實你跟不同的人去吃 或者是跟你的好朋友去吃 那感覺也會不一樣 那你會覺得很開心這樣子 最後呢 提醒大家 你不是去買餐券 就是要用美國運通千賬百金卡 因為它就是兩人通信 一人免費 第一次去吃呢 我們兩個人叫下來 然後還有包括就是氣泡水 加起來是5950 那我們省下來的折扣呢 是省下2875 所以只支付了3600期 那這一次去吃呢 我們的價格呢 差不多5850 那省下的是2825 那我們只支付了3600 所以這個價格 其實我個人覺得都非常的OK 如果兩次都沒有用卡片 就是要1萬塊了 但是用了美國運通千賬百金卡 就省下了大概是5600左右 就省了接近一半啦 我覺得是可以的 那如果你的預算不足的話呢 我個人非常建議 就是趁秋季旅展 其實就是剛好11月的這個部分 如果你有去參加那個旅展的部分 他們其實都有在賣餐券 都可以來到接近5折的折扣 所以其實喜歡吃精華的朋友呢 都會趁這個時候 特別去買博力廳的餐券 因為接近信用卡的折扣 但是你不用支付信用卡的年費 這個是一個很聰明的做法 那如果現在旅展已經結束了 你也買不到了 那你去網路上面買 可能就會比較貴了 因為有人一定會流出來轉售嘛 那他可能要賺個10%之類的 所以你拿到的就不會是5折 可能是6 5折或者是7折的折扣 但是再怎麼樣都比你直接去吃 然後直接付原價都還要划算 所以想辦法就是透過一些 不同的平台定位 或者是透過信用卡 能夠省下更多的錢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或任何的想法 也歡迎你就是到粉絲宜視訊我 或者是留言 或者是斗內都可以 我們有看到的話呢 都會在做節目跟大家回報喔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